玉里镇109年度原住民部落传统文化祭仪活动 也就是丰年祭 从7月份开始陆续的展开 一直到10月份 有4个月的时间 玉里镇长蔡秋龙表示 为了要让各部落在推动丰年祭能够更加的顺利 公所是补助每个部落25500元 虽然不是大数目 但是希望一点心意 能够协助部落文化持续的延续 不管是铁分部落还是马太林部落的丰年祭 每年部落的族人 七八月份都会举行各个部落的以理性 穿上阿美族的服饰 跳着传统舞步祈求逢收 玉里镇长蔡秋龙表示 为了要让各部落在推动丰年祭能够顺利 公所补助25500元 虽然不是大数目 但是希望一点心意 能够协助部落文化持续延续下去 也希望我们这次的孤独公年祭 大家轻松文化的传承 对孳孳孳的教育 秋龙感恩在心 高兴之宜啊 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该休息就是要休息 早时间休息啊 在此我们这公所当然也要补助团 加码阿大哲也祝福我们的部落 大家身体健康 玉里镇109年度原住民部落传统文化记忆活动 从7月份陆续开始 一直到10月份有4个月的时间 这公所也呼吁 如果有民众有兴趣想参观 请遵守各部落的规定 互相尊重 欣赏部落的记忆之美 记者高双双 玉里采访报道